哦,我知道了,你要放心 你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你要放心 你也赶紧去洗洗吧,待会儿吃饭 嗯 白米豆再次兴冲冲点了点头 接着去跟三个姐姐一块儿摇水洗手去了 夜晚忙碌了一天后 农家大都早早熄灯睡觉 苏木兰在这里有段时间 已经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了 这会儿已经进入了梦乡了 四个萝卜头也已经困倦地打了哈欠 三姐 白米豆偷偷爬到了白竹叶的跟前 干啥,别生气了嘛 我也是和三姐开玩笑的 我觉得三姐修的花最好看了 白竹叶没有吭声 但小孩子经不住恭维 眉眼还是弯了一弯 透着月光 白米豆能瞧得到白竹叶这会儿的神情 兮兮笑了笑 拽着白竹叶的胳膊撒起娇来 三姐别生气了嘛 明天我给三姐去摘叶苹果吃 那我要三个 白米豆见她松口了 便知道她此时应该是气消了 慌忙地点头 我给你摘五个 那你也得给娘还有大姐二姐都摘点 哦,不过要是摘这么多的话 得带上竹篮子去才成 不然拿不回来 嗯,顺便再寻个竹竿 把高处的给打下来 两个萝卜头 你一言我一语地计划着 直到说得眼皮子打架 这才睡去 一日 白竹叶跟白米豆 并如约好的一般 去摘野苹果了 苏木兰则是在家里头忙碌 如往常一样 院子里头飘起了十足的浓香 锅巴 猫耳朵 爆米花 姜米条 除此之外 苏木兰还多做了一样 酥麻花 奶香酥麻花 出锅后 自认识受到四个萝卜头的好评 这会儿 魏家正灯火通明啊 魏大友阴沉着脸 满都是怒气 魏氏抹着眼泪 哭成了泪人 两个孩子这会儿 也不知道是被吓到了 还是哭得累了 哭不出声了 你发那么大伙 做什么呀 干嘛孩子吓得 哎呀 你 你就这么惯着 他才敢跟我叫板 魏大友怒气冲冲 收持着魏氏大鹤 我说那吴卓元 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跟我甩脸 都是你们娘俩给惯的 一个个缺心呀的玩意儿 回头人家把你们卖了 还到着帮人家数钱呢